我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山 其实在古代 它这个是吐蕃王朝 在七世纪三十年 这块就建了这块藏王墓 它这块是有九个藏王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山啊 它这个山就是在古代 你像诸葛亮了 好多时候刘伯文他们都会看山像 它这个山像一把龙脚椅 下面第一个 这块也没有枪光 第一个是一个第一代藏王 第二个藏王 看看啊往下 它这是背靠大山 前面那个山底下是一条河 这个地方我给大家再看一下啊 咱们正前方 正前方那块有山顶上啊 这个位置 有一栋那个古建筑啊 还有那些个古城墙 这就是吐蕃王朝 最早最早的发源地啊 最早最早发源地 等到现在 很多都没被开发 被开发的是咱们前方 带房这个啊 这个叫 松赞干部 他的这个是那个 这个墓 现在被开发了 里面就和布达拉宫一样 金银珠宝遍地都是啊 现在咱们去这几个 还是没被开发的啊 走上去看一下 这个就是松赞干部 就是第一代藏王 他的发源地也是出生地 我们正前方看到那个山上 那有古城墙 还有这个谁 这个县 这个县呢 现在是那个西藏 就是山南市 然后穷洁县啊 他这个县原来全部都是吐蕃王朝 吐蕃王朝 然后后来被那个战乱 对吧 已经全部都销毁了 你看到他这个谁 山上有一个城堡 这个宫殿并不大 但是你们回手看一下啊 咱们再看一下这名啊 他这个墓 建的比谁比这个城堡还要大 这就证明那会儿最早在古代 很相信那个风水 现在你像城汽四汗的墓 还有那个谁 那个亲子皇陵都被打开 这都是很相信这个东西的 所以比他的现在的宫殿 还要雄伟壮观 我们上去啊 这块有点强光 上去我再给大家介绍啊 在这个上山的路上啊 到处可发现这种水晶啊 看 这种水晶 看看他的水晶 这不有白色吗 还有黄色 好多好多 遍地都是 我们现在 正在往第一个大墓走 现在这已经是坍塌了一些 嗯 咱们上去啊 你们就能看到 原来藏王的 嗯 何其壮观啊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他有一个名文 这也叫 也叫 这个简介吧 我们身后这个大墓 最大这个墓 看到了吗 最大这个墓 这是赤德祖丹 就是藏王的一个墓啊 他这个石碑上 主要介绍个什么呢 这个是最值得咱们看到啊 我给你们看一下 它是北侧 这侧 看来没有 那块围着有个石石子 南侧 这块也有一个 它对称的 两面一面一个 这个石子 如果要是在咱们 内地 还有在一些个 就是 黄帝陵的地方 很容易见到这些个石石子 还有很多东西 但是为什么 要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石石子 这个石石子 就是咱们唐代 所圣事时候 所用的石石 知道什么意思吧 是大唐圣事的时候 咱们用的石石 所以吧 那会儿土拨 王朝 他跟咱们大唐 关系密切 因为 咱们都知道 赢取了 松子 说得哪有喘香 实在 还拔太狗了 所以吧 赢取了文成公主 他们呢 去西安 去学习了很多 咱们的 种植 或者是 仿植 大唐圣事这些东西 学了好多 所以吧 回来之后 也融入到他们这边 王朝 其实他这个王朝那会儿 非常鼎盛啊 非常厉害 走 我带大家看看这个食物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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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